哎呦呦 可费死劲了 弯腰低头 里边那个线特别难插 虽然只有几十台 就是换了好几个小时 早上九点多 现在快两点了 说一下网吧的环境 最早的网吧环境就是脏乱叉 那是明面上来 真是脏乱叉 键盘鼠标啥油乎乎的 屏幕也是脏乎乎的 现在嘛 整体环境上 那时候的话 也没有人管这个满这个抽烟 满屋子烟味 反正一进去 还那个味儿 就是一种网吧特有的味道 非常的 条件非常的恶劣 那时候就是 有多少台机子 能上多少台就上多少台 就是拼数量 现在网吧 都是 就是 环境弄得挺好 整体上看起来干净整洁了 但是呢 你要打开它里边机箱 打开那盖 你要从细节上细节上细节上看 还是脏乎乎的 一层土 这个 这个冷干啥的 你是点热骨的 电脑这东西 反正它就是西谷吧 可能就是 反正就是脏 即便是那种高端的机房 我估计 也避免不了灰尘 现在网吧都说是不让抽烟了 但是 还是很 有很多人不自觉 在这没事 抽抽一根 抽两根的 不过一般 网吧管了也不严 一般也没人管 哎呀就说到这吧 反正 这个环境啊在于人类 那个维持 它这个经常打扫 好 经常擦 这个环境它就好点 像有老妈 那个人懒 它就 环境它就差点 这是佛家里边 佛家里边有一句名 这句话 虽然不是刘能祖师说的 好像我记得是 时时勤服事 不时惹尘埃 就是说其实人 其实就是说让人 这个勤劳一点 勤奋 就说到这儿吧 像网吧里边不是说所有网吧的环境都特别的差 就是看这个网吧的整体维护了 你看网吧里边阿姨比较干净的人家都打扫的相当的好 有的网吧里边我看就没有招 有的网吧就没有招聘一个阿姨啊啥的 专门打扫卫生 都是 都是网吧的网管 自己拿个布擦擦擦地啥的 那个环境 从表面上虽然说从表面上看是干净了 但是你要是打开那个放机箱的地方 你看看里边的烟头啊灰尘啊 各种杂物啊多了 你们说 反正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网吧上过了 因为那儿的环境确实是 也可能是以前造成了阴影吧 反正是 不太喜欢那个地盆 很少气了 这气的话也都是因为工作原因去那边去做售后 去修机子的 不过我妈有一个好的地方 也不是好的地方 那个人爱好了 那个他有那个人多了 玩游戏 还有那个气氛 像我这种人 比较 内向 比较孤僻人 他就 好像喜欢一个人带着 就说到这儿吧